那我們最後一則要討論是什麼呢 討論就是大家所謂的台灣 上一週有兩類人會特別關心的 一個是喜歡夏威奇的人 一個是搞電腦的geek 是 我上個禮拜超興奮的 每天都在那邊看 雖然圍奇本身看不懂 但人工智慧中懂了 對 就阿他狗 對 Google Google 養的那隻阿他狗 在上個禮拜從9號開始 在南韓首爾四季酒店 跟南韓 大概算目前南韓奇壇第一人 李士時 他那個名字怪怪的 那個他們製造的漢字 跟這位南韓酒段李酒段展開一場五盤大戰 對 那五盤大戰如果沒記錯 出廠費每一場是五萬美金 如果贏了就有二十萬美金單場吧 如果是五戰最後的贏家好像可以拿一百萬 他還有額外的一個功能 不過已經拿不到了 所以AlphaGo也不能用錢 所以很好 對 AlphaGo 那個Go其實不是 大家注意一下不是加油的意思 Go就是圍棋 圍棋 英文的圍棋 那是從日文翻譯過去的 嗯 那AlphaGo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套人工 主持人比我更熟悉 就是一套人工電腦程式 是的 他本身基本上是用超級電腦 超級電腦來運算 然後他有兩套架構等等 那他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就在歐洲那邊大顯身威 對就歐洲圍棋冠軍 對 那個也是中國移民過去的 好像翻尾 就已經把他擊敗了 不過當時還沒有受到那麼大的矚目 因為坦白講當時他其實比較弱 因為有這個圍棋老手把他當時的能力調出來 就差不多半年前 那個時候棋力一般般 但是因為他對上了歐洲圍棋冠軍比較弱 所以他最後就獲勝 而且另外一個重點是 圍棋畢竟還是亞洲 還是我們亞洲人的天下 中日韓加上台灣 加上台灣 幾乎等於是世界圍棋四大全權都在東亞 沒錯 所以他這一次就特別特別受到矚目 對 那背後的那個設計師是 阿甲 是那個 黃師傑 對 他是師大資工所博士班畢業 所以嚴格來講 這你背後 你可以講說是台韓之戰 因為主設計師是他 所以他也是負責代替電腦 在那邊下棋的這個棋手 那結果大家應該留到 從9號開始 9號 12號 12號 13號 前四戰 前三戰 就AlphaGo AlphaGo 連下三層 那其實會讓人是有點跌破眼鏡 對 因為原先在賽前 甚至包含了這個 中國的19歲騎王柯傑 他自己在轉播的時候 幾乎每一場一開始他都說 沒有問題這一定贏了 我下也贏他下也贏 壓倒 甚至中盤以後通常都翻盤 就是 而且翻盤就是 AlphaGo的歧路很詭異 就是他只要贏了 他就開始穩扎穩打 他就開始示弱 沒有展現全部的實力 所以順帶一提 這一次背後所用的系統 DeepMind 是Google從英國併購 他原先是做影像辨識 但影像辨識背後牽扯的還是人工智慧 就是你要看出來這是一隻狗 跟這是一隻貓 背後 對 是需要有智慧 或者說神經網路分辨的 所以 其實這一次整個下棋的過程 真的導致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對 尤其他戰鬥落敗 而且我們看到李四時他當場的反應 很多人覺得說他靠檔快崩潰 對 好像快不行一直跑出去抽煙等等 然後我們也看得到南韓那邊有很多反應 很多人說AlphaGo作弊 他其實根本不算純粹的人工智慧 是 他其實 被棋譜啦 對 那 因為AlphaGo這一次所用的是分散式系統 所以 分散式系統 這個 實際上是比單機版要強一些 那 所以目前 今天 在我們錄製時間的今天應該是最後一盤 15號 15號就是明天 禮拜二 中午12點大家可以開始看網路轉播 但其實每次看轉播都看不太懂 但我只知道最後分析到底怎麼回事 那另外AlphaGo 他背後的人工智慧 也就是DeepMind系統 也放話說 接下來要挑戰星海爭霸 就是StarCraft 那個 那又更複雜 但我認為星海爭霸其實跟圍棋比起來 難度沒有那麼高 因為星海爭霸包含了執行面 那那個東西跟圍棋一指我下一指是 不一樣 你還要控兵 然後你還要建築什麼科技術什麼東西 這個 單純的遊戲挑戰 恐怕那個公平度有一點 值得討論 但不管怎麼講 我們還是看看 最後一盤AlphaGo到底會不會贏 那人類跟人工智慧之間的對抗 到底是不是會正式開始 那今天節目先到這邊 告一段落 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